大家好,与大家分享一下黄金的走势 大家可以看到呢,在美国交易时段黄金收出了一颗十字星 这颗十字星呢,还是没有能够突破这个区间 现在看来呢,这颗十字星的上限在1937.52,下限在1914.49 那么现在看来这个1915附近的支撑位是非常强的 也就是说现在一旦这个下落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,就会反弹 你看这次,这个十字星这一点在这,1914.49 那么这一点,这是1911.7 这一点,这是1924.83 那么这个,看 所以这每一个,这连续几天来呀 这个一直处在这个支撑位的附近,为什么呢 因为下面这颗十字星是具有中期的支撑意义 同时呢,在上方大家也看到 上方现在只要没有能有效的突破这个点 那么现在就很难向上走 为什么呢,因为现在这是前期的起涨点 起涨点也现在构成了上方的压力位 所以现在如果不能突破这个阻力位的话 那黄金很难有,是进一步的动作 那么大家在等什么呢 大家都在等周四这个美联储主席 鲍威尔的讲话,因为鲍威尔的此次讲话呢 会暗示美联储对通胀的预期管理 所以有可能去影响中期的美元走势 以至影响黄金价格 请大家再继续等待,谢谢